各位欢迎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又欢迎大家回到同你说旧事 这一集继继续我最喜爱的球队,斌王介绍一下 我是斌康,身旁有肥安 我是肥安 我是发机 各位全面进场 这个好紧要 终坚斌继续吴知英应该用失踪去形容 总之仍然都是我们几位老人家在同大家一起去打一下我最喜爱的球队 这一集就讲一队球队,在讲一队球队的时候我要提一个人 我想邀请法技多讲一些,这个人特别提起他都好像挺长情 你一会儿可以讲一下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这位就是笔特利先生,他姓笔,他不是姓笔的 译音是笔特利而已 好了,我将时间交给法技,你讲一讲笔特利在你心目中 为什么你对他印象这么深刻,好像Friend一样 不得你如果在生于现在,他根本就是一个成功的领队 分分钟的成就可以给美同乡废格顺 为什么我对笔特利那么喜欢呢?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斗士 因为他曾经跟某位人兄各族足种的某一个很高的职位 失败了 然后不知为什么很奇怪 不得你找不到营养主任,即是所谓的老板 然后开始不得你所经营的流浪在七十年代的中期暗言降班 听到这里,肥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或者大家试想一下 刚才法技用了一些形容词 不知为什么 不得你突然间 没有了供应 没有了供应 即是没有钱 肥安,你怎么看呢? 足球这件事有时都很难说 你跟某人争争 他有势力的 那当然会有些后着的 嗯 我们都不清楚原因在哪里 最终是断你米老 是 说起不得你这位朋友 第一,其实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不知道法技能否计算 就是有一次我们去看玻璃 好像跟我说过 就是你都曾经去过 即是不得你 有没有去做过这件事呢? 其实我想去 因为我知道 他的骨灰由张志德 将他放回香港 因为我最初以为他遇见了在苏格兰 哦 后来有一次中坚兵带我去看《流浪操练》 我跟李辉立谈起 原来张志德把他的骨灰带回香港 好像放在歌连神角的骨灰暗里 我想去 但因为我不是很方便 事力有问题 就没有去过 就是拜祭他的 这件事我都觉得 其实香港不是只是歌迷很长程 不是只是球迷 其实很多都很有心 只要你真的放过心机 在足球 放过时间 大家会记得 大家也会很惯念 很欣赏的 其实简单说简单 不得利 其实是一个体育记者出身的 流浪 真的跟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 有些渊源 即是他们后来都有一些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有一些乱名的东西 或者有些疲惹的 所以不得来到香港的时候 就很热心搞 而且不得来到香港的广东话都很好 虽然都有一些微微的 但是他那些广东话都说得很好 所以很难得一个这样的外国人来到香港 他又对足球有热性 又对本地球坛都很着力去搞旺他 说到流浪 大家有什么回忆呢 对流浪 特别七八十年代 我想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应该是流浪 都相当长时间一段巅峰的日子 作为涌等的法记 你不妨说说 七十年代流浪是怎样的一对流浪 七十年代就精彩了 当我仍然是十岁左右 那时的流浪是最辉煌的时刻 应该是七三至七四年代 就双鸟冠军 总督杯和银牌冠军 七四至七五都差点 都拿回足总杯冠军 当时的球员 我相信肥安也很有印象 譬如牵德逊 韦立比 斌比 科士达 这些有这样的球员 一定记得 银牌决赛 你记不记得 肥安我杀败你那队内队精工 火都来 哈哈哈哈 对了 赢了 输也不要紧了 但肥安火都来 即是一定有些东西 怎么样 什么情况 那时候都打得很好的 输了一球都猛烈反攻 但始终都搞不定 那时候拿着三机听 哇 一分钟一分钟过 最后到原场 都输了 哈哈 那场球员 有电视直播 臨场爆满 我记得我当时 要看报纸档 臨场爆满 我正在看档 但幸好我在街边 我认识了电器谱的太子爷 他开了电视给我看 哇 一开球 初段 科里士一战射入一球之后 流浪力手到原场 另外有一场也是杯赛 中坚斌 六尺四寸斌 一战定江山 那场是夜球 应该也是 类似总督杯的决赛 也是令我印象深刻 不过那场没有现场直播 我只是听收音机 这两场球 都是令我 对流浪死心塌地的原因 就算在后来变成鸡尾班 某些原因令他成为一个鸡尾班 我仍然是捧流浪的 最后一年 不是最后一年 我记得 七六至七七年度 那时已经是风雨飘摇流浪 仍然能够杀败他的宿敌东升 那场是两回合的赛事 这场球真是令我非常开心 最紧要杀败宿敌东升 我想也有些吐气扬尾的感觉 刚才大家说了 几个球员都跚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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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是第一批引入苏格拉外援的 当时华德、積奇戴坚立、居里、蜜哥里 蜜哥里的球员都很难打 不过很可惜就是限于知质 其实几个球员我也有印象 牵德信所来的队员 那时候叔说 好球员 几个丸躺跚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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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浪当时引致了河里纳比 梅尼大家都提过 我记得华人是否有钟启明 有 黎荣库力强黎荣库 邓鸿昌是吧 邓鸿昌后很快就打了光华 郭嘉明 也不差 华人的质素也很好 还有中所为 中所为我没看过去踢楼浪 后来踢你那队宿敌的 楼浪是一队好 虽然我不是捧楼浪 但在你的集体回忆里面 如果你真是一个资历深的球迷 你不会不知道楼浪这队球 也不会不懂不得理这个人 无论你有没有真的听过他的访问 你有没有知道他多少资料都好 但他这个人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敬重 继续讲到楼浪的时候 其实楼浪的演变都很...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艰辛 即是过来也有高有低 大家可不可以讲一下楼浪的演变呢 高峰是70年代 后来是鸡尾班 一直都好像看着他 一直慢慢都衰落 也有换过班主 那个情况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呢 他应该是七七至七八年到降班 当年就是南华 那年同时也是南华 不败之身拿甲组联赛冠军 当年流浪也是在那年港班 当时因为没有水 没有水喉 青春班 有汉出就没有梁出 当时我记得的球员有张智德 何家宝 狂龙吴锦华 因为有两个吴锦华的 后卫的狂龙吴锦华 邓劍栋 张永良这些球员 但是因为实力单薄 而且有很多奇怪的战果 令到楼浪到最后一场球赛 所以要赢海锋2比0才能够故级成功 但是那场球就输了2比0 我当时正在上学 读中一 放3点半 那场球开3点9 一开一放学 立刻琴琴琴 跑到花去 看我队外队 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甲组联赛赛事 结果真是降班 我看着傻子在哭 我都哭了一份 慢慢回到当口看当 就是这样 然后傻子不得理 没努力回到苏格兰 搞股东生意 再降落丙祖 接着傻子 痛定思冲 结束了苏格兰股东生意之后 三年时间 从丙祖回来月祖 月祖再上甲祖 月祖当时破天荒 可能是破天荒 请了一个外援叫做梅酷 打月祖 然后还有一场更经典的球赛 就是在月祖时发生的 就是一场高级组人牌赛事里面 搭过鸡骨 流浪堆灵电 初级组人牌冠军 那场球很奇怪 当初级组这场近排赛事完场之后 球迷就说 拜托开门 我们想走了 你说奇不奇怪 因为那场高级组人牌 就是一个普通的赛事来的 那些人进去就是看流浪对灵电 流浪就因为灵电的红翼城摆乌龙 输了一球 然后痴线鬼佬依地 再下一城 2比0赢了灵电 然后流浪就再升上甲组 然后升上甲组 就由唐延和杨秀成接手 不得理就做领队 如果在法记刚才的演绎里面 其实在他们心目中 灵电流浪才是正本戏 那场本来是正本戏的 所谓正本戏就当头场败 因为这场球连外电 我也是听李辉纳说的 连外电 美国有外电也是这样形容的 那些球连说 为什么看完那场 月组 就要叫走呢 就是证明那场球连 其实球连 就是去看流浪对灵电 大家有没有兴趣知道 那场球连是什么对什么 那场是正本戏 是什么对什么 我真的不记得 要找回 因为我记得那年 应该是80-81年度的高级组银牌 刚才帕姬提过一个球连 叫伊地 神仙鬼佬 好像也打过光华 我记得打过光华 所以伊地在香港也有一些消息 是老江湖 所以流浪也是一个很传奇的球队 但是不得你这个人 你真的不到他就不佩服他 他走了 他回来了 我觉得 就算我猜 他回来也不是有钱很多的 他能够由丙祖一直力挽狂难 上去甲祖 这个真的不简单 而且我相信 我相信不得这个人 在香港的球团 那个 朋友圈 我相信都应该不少人对他 是给他面子和很敬重 除非某些宿敌 就没得说了 我想这个流浪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 后来流浪都 怎么说 他都经历过起起跌跌 后来又因为 好像都很多时候经历过不同的转手 逆手 所以有很多冠名 刚才我们说的 保禄华 其实曾经都有冠名 是保禄华流浪的 不过应该都不是太长时间 也有其他一些 街链、彭马、奇力宝 奇力宝应该是搞笑的 因为贵前已经放弃了赞助了 但是很可笑的 当时都被控动过一阵 就是欧韦伦签了欧韦伦的 后来那些人就说笑 叫做奇力宝 奇力宝 于是乎就是这样 未出思未折 那就很可惜了 但是也有幸的 今天刚才法记都说了好几次 我们仍然都有心人 例如李飞立先生 他继续啦 今天我们仍然看到流浪在甲组 应该是这样说 在港超 仍然有一个位置 也是值得高兴的 因为其实 你看回现在还顾港超 我们真的很记得 或者印象会令我们很深的球队 已经所遇无几了 上次我们提过的南华都 宁愿选择去甲组 前景未不知道 官密论怎样都好 流浪真是我们一队 无论你是否捧具 但是我想如果你真是看球 你不能够说 你不知道流浪这队 好 看看大家还有没有 对流浪有什么补充 或者是怀面的 我想提一下 那个陆君子事件 不知道是法记 知不知 陆君子事件 当时也是 我应该是之前的 但是我记得 我知道是有朱国权 钟启明 黎荣库 好像郑国威这几个 就是人工的问题 因为流浪的时候 始终都是一队 不是经济实力很红厚的球队 可能辛酬方面 和阿不得利有些意见 这样就罢劲 以我所知就是这样 因为这件事件应该是在 一至七二年 因为当时我还未成为流浪的 呆黑粉丝 大概是这样 平安有没有进一步补充 有关这件事 我只是听过 不是很清楚 最后的解决 其实他们的9分 大家有没有一些资料 他们都讨论了 后来我记得好像是讨论了 搞定了 但是我真的不敢肯定 最记得就是 应该说朱国权 其实他不是打龙门 他其实是后卫 但是有一次好像是他的龙门 就伤了 所有后臂龙门都伤了 因为当时那个龙门 应该是叫邮志强 伤了 没有球员打龙门 不得利见朱国权这么高 叫他顶着当先 恶保了几货之后 就叫他打龙门 然后朱国权 反而就做了龙门 我记得是这样 其实刘朗出了很多球员 根本就无论任何年代 就算80年代 他重新上甲祖之后 唐玲和杨寿成那年代 我记得有一个清道夫 也是相当出色的 那个球员叫做谭耀华 这个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当时就算中锋 就是John Watson 他回到苏格兰 都可以打到苏格兰的顶级联赛 当然不是打西路迪 或者格加拉斯的流浪 就是打下游的球队 好像南华后期的李布伦 他回到苏格兰也是打到苏超的 谭耀华如果没有记错 我不知道 好像后来也踢过东方 踢过南华 也踢过南华 是 清道夫来的 个子不高 但是很好露素 好球的 谭耀华 没错 当时流浪还有几个球员 就是华人球员 还有曾英全 都是好球的 后来都上 如果你当南华是白人无尼克 那才算是 曾英全都上山 以前也有个龙门 我记得 张耀东打元朗 我记得有一场赛事 对花虚太 对东方 打到临楼前 元朗还落后一球 他走上去顶入一球 投锤入球 撒成二比二平手 肥安有没有印象 所以我记得张耀东 张东叔 好啊 我觉得这些功能如何都好 当然对我们一帮老球迷来说 流浪是一对 当然你问我 因为有比较 始终都有一些不同的了 特别对不特利这一个人 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足球生命里面 绝对是一个不可以不忘记的人 好了大家如果对流浪没有什么补充的话 有啊 有没有 好像流浪如果我记错 拿过联赛冠军 是啊 他就是第一年引入长颈鹿 即期居里和华德那一年 商鸟冠军 就是这个联赛冠军 和这个好像是金器杯 金器杯冠军 还有阿叔都在 是啊 林上二都打 林退休以前都是打流浪的 是没错 另外还有一年 好像是千禧年之后 好像是200几年了 不知是2006还是2007 当时有范智毅在阵的 那一年就打两个循环 当年第一循环 即是双循环 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 就是双循环 那一年就双循环 也是双循环 那一年就取得半季冠军 另外90年代流浪 也曾经比较弱 因为当时有 谭笑伟 林大辉也有注資 有挺了谭笑伟 张金华、李伟文 也都取得几届 盃膽冠军一堆 取得不到联赛冠军 好,这一集都很丰富,所谓丰富不是资料大家都很容易找到 这种丰富是流露着一种对过去球团的敬重球队 或者老闆的怀面,一种情感流露 我们就说完我们很喜爱的球队了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有什么想知 或喜爱球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想我们分享 第一,我们的节目出了好几集 都听到原来有二三百人听我们的节目 很开心,我们没有尊重做什么宣传 我们几个老人又不是什么名嘴 加上百多岁,说这些喜不喜欢丰富的人 但都很开心,成为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当然刚才发觉他们的朋友都有一些意见想给 会不会在技术上的问题 其他各样都可以斟酌一下,搞搞 这个我们会尽量搞好它 因为我们又不是录音的地方 又不是很先进的地方 但我们都希望诚意答够 希望用心机答够 好,这一集的时间我们又到这里了 下一次再跟大家谈另一些话题 是时候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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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